哈喽大家好 我是喜欢打上海敲马的凯哥 视频每天更新 欢迎大家收看 喜欢的小伙伴们可以给个点赞或者关注一下 谢谢大家的支持 本期视频只有两集 还请大家耐心看完 先看一下第一副 看来没有打字牌 先打条字 说明这个牌基本上就有想法 腕子上面比较多 看看有没有机会做一把带颜色的牌型 下架倒是启动挺快的 条筒腕都打过 它这个牌基本上就是碰碰壶了 我手里现在有四队 但是这个牌基本上不会去做碰碰壶了 应该还是要做颜色 对家定牌了 上家打七条 倒是帮我带了个路啊 来腕子跟着上家打七条 这样一来我手里基本上没有冲牌 都是安全牌 又摸了个七万上了 那就再打七条 清一色两上帐 上家门清听牌 大家也没有打过腕子 搞不好两家都是听在腕子里 大家打八万 碰八万能听牌了 但这个牌肯定是不肯听的 先打一个九土 随便来一个腕子就是清一色 这个牌总归是修一修 吃个四万 清一色听三角 大家也听了 四家都听牌 看看谁的牌现了 摩一万点炮 清一色虎牌 两个花24分 加个苍蝇29分 牌是挺好的 就是花有点少 看一下第二副 来六条 先打蓝风吧 招发杠四万 打掉一万 没打风向 主要是害怕下家碰 因为下家已经碰了我一个九桶 如果再让他碰一下 这个牌我就被动了 所以说对我来说 这个分向还是跟着打比较好 别人不打我也不打 东风抓盾 打六条 一开始一万不打 就打调整 这个一万打亏了 来一万再打二条 二万抓克子 月花的感觉自己一万打亏了 还是打一万吧 这个牌不能和牌降 身杖还是不能打呀 七重抓队 这个牌看来看去 还是打小机最合理呀 五按留着还可以靠张 毕竟我现在搭置也不够 又来了一个身杖 再拼个八条 小心再小心 还是被下家两碰 那现在这个北风彻底不敢打 五万也抓克子 这个牌跟着下家打四万 转换四路 实在不行 我也做碰碰湖区 六筒也抓队 那就接着打六万 碰碰湖医上张 刚想说这个北风不好处理 现在下家倒是帮我解决难题了 对家碰北风听牌了 对家这个牌型看着还是比较大的 因为碰的牌都是条子 有烘碰的可能性啊 抓六筒 门清碰碰湖听牌 那就打掉北风 这个牌没想到 我竟然也有牌型 七筒和下家对死 但是东风是好牌 对家打东风点炮 四个花四十分 加个仓影四十三分 好